二战中,中德双方作为二战的对战双方,自然是天然的对立面,但仔细研究却不难发现,当时的中国军队中竟有不少德国制武器。 而在中国战争初期,德国制的武器战比更是惊人。 原来中国早在一战之后,就与德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。 德国更是在二战前夕,不顾双方的立场,向中国出售了高达40万套的德制装备。 希特勒甚至表示,不要钱,只要三件东西。 那究竟是哪三样东西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从最开始的八国联军到后面的法西斯联盟,德国似乎都是处于一个侵略者,敌人的身份。 但其实,在清末时期,德国和中国的合作就已经有了苗头。 当时的德国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国,我国的很多军事装备。 都是从德国手中购得的,甚至当时我国最大的军械工厂,也是在德国的帮助下建成的。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,义和团运动开始,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险恶目的。 之后,八国联军进军中国,中国对德国宣战,这一合作也就随之破裂。 一战结束,各国就战争问题,以及对战败国的处理等事情召开了巴黎和会。 也就是在这场会议上,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各个帝国主义、国家瓜分,同时还背上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等一系列的严峻合约。 而中国作为战胜国竟也被英美日等国放到了瓜分台上,不仅无法收回山东的主权,还被各国拿去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。 最后,竟要求我国将德国当时在山东的各种利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。 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传回国内,一片哗然。 人们怒不可遏,纷纷抗议,拒绝签字,更是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。 最终,中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,这也是中德之后能够合作的一个契机。 德国作为战败国没有选择的权利,只能在协约上签字,这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很大的打击,对当政政府的不满日益强大。 很快,当政政权被赶下政治舞台,为马政权掌握德国。 德国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。 中德在几次会谈后,成功建立了外交关系,德国将山东主权交还给中国,并在1921年签订了中德协约。 中德协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,是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中德的合作随着外交的建立越发的多了起来,对德国来说,这是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刺激经济,互利互惠,对中国来说更是极为宝贵的机会。 当时随着合作的持续,德国的各方面人才来到中国,帮助中国发展。 而孙中山先生也派出了很多人赴德国访问、学习。 但是,在孙中山先生想要进一步增强和德国的联系时,德国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意向。 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,孙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广州政府是不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。 德国从自身利益方面考虑,在中国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,也没有选择和当时的广州政府有过于密切的合作。 哪怕孙中山先生在各方面进行了努力,也未能得偿所愿。 这样的合作形式一直到孙中山先生去世,蒋介石背叛革命,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才发生变化。 1927年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。 蒋介石还将自己的儿子蒋伟国送去德国军校学习,所以与德国合作他是很乐意进行的。 价值与德国合作是当时国民政府很好的一个选择。 英美虽然支持蒋介石,但是在英美面前,合作也是在一个极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,可谓是鱼虎谋皮。 而德国,近几年和中国一直有合作,虽不亲密,却也是相对愉快平等,且德国一战后援气大伤,中国可以提供给德国的很多矿产资源等对其有着很大帮助的物质。 蒋介石发去合作的意向,德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查后,也终于同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。 蒋介石对德国军事、工业方面的实力是极为认同的,希望德国能够延续之前对广州政府的合作条约,能派遣更多的相关的人才进行指导交流。 可以说,当时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中都能看到德国人的身影,尤其在军事及先进技术方面,给予了极大的帮助。 受制已于不如受制已于,德国方面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先进武器及技术,还派人教授完整的军事管理体系、技术技巧操作的。 那德国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? 德国与中国合作并没有所谓的人道主义,一切都是利益至上。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,每年生产的棉马等日需品都是德国所需要的。 除此之外,中国地大物博,很多稀有资源也是德国的目的。 这也是中德合作能够延续的主要原因各取所需。 但风云突变,德国国内局势也不稳定,很快魏马政权被推翻, 希特勒正是站在德国权力的中心。 而中国这边,1931年9月18日,日本突然袭击沈阳,武力侵占了东北。 这是刻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不可磨灭的伤痕,永远铭记的仇恨, 史称九一八事变。 九一八事变之后,蒋介石急迫寻求国外列强的帮助。 可当时正是世界经济危机,英美等国自然不会分神来帮助中国, 都很有默契地选择了隔岸观火,并不想加入中日的斗争。 于是,蒋介石将目光再一次地投向德国, 也是在这时候蒋介石和希特勒开始了书信的交流。 接到蒋介石电函的希特勒,为何会答应合作呢? 中德合作对德国的益处是什么呢? 原来早在一战之时,德国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 便是自身能源不足,不能够支撑战争的军需力量。 而英美法等国封锁德国的海上进口路线后, 德国很快便因为战略物资紧张而呈现败事。 希特勒有意再次发动战争, 于是他想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,加强资源储备。 但德国受地域所限, 本身的能源有限必须要依赖进口, 纵观当时的社会背景、世界局势, 德国当时可以合作的国家并不多。 中国,作为一个能源大国, 各类资源极其丰富, 不仅是军工业不可或缺的稀有矿产资源, 一些军需必备的农产品也是应有尽有, 中国人多,地多,资源更多。 从魏玛时期, 中国便是德国进口石油、 铁矿石、乌矿、锡、T等资源的主要国家。 而希特勒上台后, 和苏联关系恶化, 本来苏联是德国的主要贸易对象, 而如今希特勒急需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取代苏联的贸易地位。 如此看来, 德国会选择和中国合作便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了。 总之, 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, 中德双方自然不会放弃这次的合作机会。 我国需要德国工业, 尤其是军工业方面的能力, 而德国看重的是中国的资源, 以及农业方面的优越。 双方一拍即合, 希特勒在魏马时期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国的援助, 与中方的合作愈发地亲密起来。 但这注定只是短暂的, 世界的局势一直在变化, 希特勒的野心只会越来越大, 这份合作能够持续多久呢? 中德具体的合作内容又是什么呢? 蒋介石依靠什么利益, 让希特勒能够加大合作, 增加对中国的先进军火等的供应呢? 中德合作终止, 中德在1934年8月秘密签订了中德易货协定, 这个合约的特殊之处, 在于这不是一个金钱交易, 中德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合作。 德国向中方提供了40万套装备, 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, 不仅仅是最基础的步枪, 子弹等军需物资, 甚至还有先进的武器。 但希特勒表示, 并不需要中方提供金钱, 只需要三件东西就可以交换。 他说的便是乌矿, 系以及T这三种稀有资源。 这三种都是制造枪械等武器的必需品, 德国为了提升自己的武装力量, 是急需大量的乌矿, 系以及T的。 当时中国出口的乌有五分之四都是运输给了德国, 在当时的特殊大环境下, 其实际价值并不比1亿马克低。 到了1936年, 中德更是签署了德华信用借款合同, 在该合约中, 德国向中国提供贷款, 没有手续费用金等, 而年利率更是只有五厘, 中方依旧可以用乌矿, 系以及T这些稀有矿产, 以及农副产品进行交换, 用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做到了平等的合作, 双方也做到了合作共赢。 这些军火对当时的抗日战争极其重要, 德式武器在当时属于很先进很优良的一批武器, 而且巨大的军火量, 也让我们前线战争的军火得到了有效的补充。 这样的合作, 自然引起了日本的不满, 但是尽管日方不断向德方施压, 德国也没有放弃与中国的合作。 显然, 比起盟友的口头威胁, 还是稀有矿产更加吸引希特勒。 1937年, 七七事变爆发, 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, 中国国内对军火的需求也在增加。 而身为法西斯联盟的日本盟友德国, 甚至还公然地给中国运输军火以及战略专家指导中国对付日本。 日本知道后, 派遣外交专员赴德国质问, 最终也没有得到德国的解释。 1937年10月, 德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, 既不想支持盟友日本, 在中日战争中消耗过多, 也不想放弃在中国的利益。 且随着战争的推进, 一方面使战场的严峻让军火的运输越来越困难。 另一方面, 德国的进攻并不顺利, 哪怕骄傲自信如希特勒, 也不能继续把日本这个盟友往外推。 另外, 中国和美国等国的合作, 也让中德合作的必要性减弱。 1938年, 德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军火供应, 并在7月份的时候, 撤回了所有的驻华的德国的军事顾问, 中德合作到此也宣布结束了。 到1941年, 中德彻底断交, 双方分别作为法西斯联盟, 以及反法西斯联盟的成员, 呈敌对之势。 事实也证明, 破坏和平, 武力侵略注定会失败, 维护世界的和平统一才是正当。 1945年5月9日, 德国签署投降书, 1945年9月2日, 日本宣布投降,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, 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取得了胜利。 希特勒自杀身亡, 德国此战过后经济严重落后, 国家一片破败, 此战比一战更甚。 从民国时期到二战结束, 纵观整个中德近代的合作,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利益引发的合作, 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。 而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, 各国都会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, 合作不会是永恒的。 从表面来看, 和德国的合作已经是近代史中少数的平等合作, 可实际上, 整个合作的主导权一直是掌握在德国的手中, 不管是合作的内容还是交换的形式, 都由德国决定, 平等只是表象上的。 不用花钱的生意看似美好, 可中国的付出依旧巨大, 我国虽然地大五博, 可资源毕竟是有限的, 巨大的资源输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。 1972年中德建交, 直到现在, 两国已经在各方面合作了多年, 合作形势也随着双方国家的利益需求, 以及国力情况不断改变, 现在我国与德国的合作已经是完全的平等互利。 若国无外交, 只有国力强盛, 国际影响力大, 才能在国与国的合作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